2021年11月1日凌晨,世界与联巡回赛超级750赛事,法国公开赛决赛已经结束全部争夺。 五项赛事,日本夺得三冠一亚,韩国二冠一亚,丹麦队一亚,中国台北队一亚,印尼队一亚,南单冠军,长山甘太,女单冠军,山口西,南双冠军,高承炫,深白哲,女双冠军,李绍兮深声赞,混双冠军,渡边永大东也有杀。 南单方面,长山甘太在15比21丢掉第一局的情况下,后两局以21比8,21比17逆转,战胜世界第四的周天成,夺得南单冠军,也是法国公开赛历史上首位日本南单冠军。 女单方面,山口西两局以21比18,21比12战胜高桥沙也加,继2018年,再次夺得法国公开赛女单冠军,也是自丹麦公开赛夺冠后再夺一冠,收获欧洲赛季两连冠。 南双方面,小黄人两局,17比21,20比22不敌韩国老将高承炫深白哲,这是高承炫搭档深白哲,首次夺得法国公开赛男双冠军,也是高承炫继2012年搭档李龙大时隔9年,再次夺得法国公开赛男双冠军。 女双方面,上演内战的李绍兮深声赞两局以21比17,21比12战胜金招应孔熙荣,成功未免,继2019年,再次夺得法国公开赛女双冠军。 混双方面,渡边勇大东也有杀两局以21比8,21比17战胜克里斯蒂安森博尔,直落两局拿下法国公开赛混双冠军,也是自丹麦公开赛夺冠后再夺一冠,收获欧洲赛季两连冠。 女双,李绍兮深声赞,韩国2点02分1点17分21点12分,金招应孔熙荣,韩国。 男双,周天成中国台北1比221比158点21分17点21分,长山干派日本。 女双,山口西,日本2点02分1点18分21点12分,高桥沙野家日本。 男双,贝尔纳迪苏卡木约,印尼0比217比2120点22分,高成炫。 深白哲,韩国,混双,渡边勇大东也有杀,日本2点02分1比8。